来到各位屏幕前的男朋友们女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周日正次为你们带来的变境光魔玩 每周看每周为你们带来变境光界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你看看按时更新说话也是硬气了很多 老公就先来看一下官方本周发生过什么样的新闻吧 先来看一批杂志图吧 倒是之前我们每周看里边一直有跟进的新闻啊 现在日本的杂志图放出来了它最终的一些宣传效果 反正要我说这批里边我个人最期待的还是那个严冲天吧 然后本周网上看到的遗产线BW这边的对决套装 白虎对蜘蛛 这两个倒是之前已经出过的模具啊 但是套装嘛好像配色方面有一些略微的改动啊 倒是BW老玩家都很认可这种对决的套装 世界初曾经老玩具的时候就会这样去发售玩具 我觉得作为一个收藏项的也不错吧 反正它是一个透明包装直接可以看到玩具嘛 最近也是听到很多玩家的呼声啊 就是反映现在官方这个包装的问题 一点都看不着里边的内容物啊 确实也是为了可能人家说的什么环保吧 这个意思啊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以前的透明窗户会更漂亮一些啊 接着是后续的 后面是一些小级别的新产品 其实变形也能感觉到挺简单的 但是这款坦克威竟然说有13步的变形步测 我不信 老玩家们都知道官方的说明书有好多的无用不走 让你看起来比较复杂点 但是这款坦克威人形和坦克形态的完成效果竟然还不错啊 千金鼎这边嘛 腿部就没啥可动了 毕竟是一个小玩具 变形也简单嘛 反正看目前这个意思肯定是双腿分不开了 大黄蜂这边就胳膊上面两根棍子那么支弄起来 哎呀 现在的官方感觉变形设计这一块是越来越糊弄事了 我其实曾经收藏过领袖之政全套的小级别 军团士兵军团指挥官 还有电影123时代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小比例玩具 当时的所谓传奇及童子军都是特别良心的 你能看到一个小玩具身上设计出一种脑洞特别大的结构 包括08动画时代的一件弹王变形也都是非常好玩的 而现在呢 哎呀 那么小玩具的设计这都是啥呀 还是那句话 那孩子那不是傻子 只能说那个年轻的年代越来越回不去了 可能很多新的玩家们看到 哎呀 你看一小比例玩具叫什么劲呢 传奇一集对吧 就那么几步变形步骤 有那样就行了 大伙看看这晴天柱他有样吗 是不是 就过分了呀 做的 咱不说能回到曾经电影123时代传奇一集那么 良心的程度啊 至少你看着像个人是吧 接上周的一个消息 上周我们看到官方要推出的新飞毛腿模具啊 本周看到了更多的实物展示 哇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形的体态完成效果还可以啊 竟然身上看不到太多的头角 小臂那个不算啊 这个已经可以完全忽视掉了 我们自行屏蔽掉就好了 车型的这个密合程度 我觉得也还可以吧 造型来说挺酷的 包括本周也看到了后续又出的横炮 FOC的重制计划 横炮这个模具曾经在FOC的时代 那是标准的一个壳子包人设计 还有后边的爵士 应该俩基本上是一个设计逻辑 咱不能说同模吧 反正变形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回FOC的重制企划 我觉得做完了以后 起码在遗产线这边的变形结构 我觉得应该能保证啊 我挺看好这款横炮的 车型的一体性也很好 包括整个的密合出来的效果 竟然对的缝隙还挺齐的 那看来做工也没问题了 期待一下呗 后续的AMK系列 YOLO PARK这边官方的授权 拿到了以后做技衣造型的请天主 其实整体的造型来说 有一些像MP44 但是呢 后背没有那个累赘的大背包 废话嘛 这玩意不能变形啊 只是做出来一个可动的人偶 当然还原度方面自然是没得说了 而且身上的金属漆喷出来的效果 也非常好看 可动性方面 基本上我觉得没啥问题 看完了中国系的不可变形授权玩具 来看看美系的 Super7这边 也是不可变形 也是可动人偶 哎 声波 倒是挺复古的 我们说点好听的 还有后续的这个死亡休眠柱子 身上残破的感觉 红蜘蛛 红蜘蛛 起码他会带一个技衣玩具的头雕 你看不惯你换技衣玩具造型不就好了吗 反正比例方面来说 毕竟Super7走的就是这种复古寒寒的路下 美国人那边讲招和气息吗 好像不讲是不是 不管咋样吧 这一套的感觉就是充斥着六七十年代那种 复古风 好听吧 第三方配件包这边 SS86线的嚎叫 DNA的新配件包也来了 看一看 基本上就是一套武器组 外加这些特效件了 身上堵窟窿的零件都没几个 那不知道卖多少钱呢 反正我觉得嚎叫 不不不不得不打减啊 这种武器什么的也都好说 所以这套配件包 我觉得意义不是太大 第三方的小比例 NA新作品的充电器 本周也是看到了各种食物的照片 包括看过网上 毛布森那边应该也出来变形视频了 看了一下 变形还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这一款充电器厉害的地方 在于后背的一个颜色处理 我们老在说 记忆动画里边有各种的颜色bug 其实很难还原 但这一回的充电器 能想着把后背这里翻个面 其实他只用了个里外面的切换 就能实现出来这个当时很不科学的 这身体的颜色转换吧 我觉得这种想法还是非常不错的 方寸之间那么小的玩具 那么点的零件上面 还能运用到各种的面来变形 其实老说NA的玩具变形设计有意思 我回头仔细想了一下 其实很多玩家对于NA这家厂家设计的作品 有执念 我想源自于 其实就是零八动画 遗留下来给我们的那种曲线设计感 或者说是零件妙用方式 其实就是减少成本 在有限的零件上面使用不同的面来处理 这种效果 其实玩家把玩起来会更有感觉 所以这款充电器具体出货 看看时机的素质究竟怎么样吧 DX9 mini也是继续放出来 头领战术郭文的人形效果 这个可动性相当的不错 活动的范围也是够巨大 人形的还原度方面还可以 但整体来说 感觉有点方方块块的 这些过度的倒角部分 如果能绍一下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了 不过目前还原度已经很高了 铁工厂 本周的铁工厂宣布了 2024年后续的新饼 这也是让很多喜欢漫画 或者说铁工厂的这些忠实粉丝们 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虽然铁工厂现在很少做曾经的漫画下 而更多的做现在半原创的 武士风所谓的 其实也是挺破圈的一件事情 刚说有一款新的冲突 而后续的黑寡妇 整体的造型来说也挺像那薄弱的 人形和蜘蛛形态伪装的都不错 同时BW后续的一些角色 星星队长黄豹和白虎 这三款里边黄豹我特别有感觉 曾经我去玩过一款忍者的游戏 就有那长长的红尾果飘飘洒洒的 这黄豹也是一个半人的造型 而后续要出的新合体金刚 铁工厂这边武士线的飞天虎 而车型方面也是源自于 日本那边的一些暴走族的车型造型 巨大那种排气管已经高高的握把 也是让人想起来小时候看漫画 看日剧的时代 里边有一些暴走族了 什么耶路死库了 身上扎着板再拿着木刀 那种的味道吧 也是很昭和的气息 包括汽车大师最后的车厢 看来是有一些配件安装上去 安装上车厢也有点像日本 也是在八九十年代吧 特别火那种大卡车司机 他们会把自己的大卡车运输货物的大卡车 装扮的特别华丽 各种霓虹闪烁的 也挺帅的 大刀架在车厢上边 很有感觉合体厚的样子呢 虽然说有一种漫画的风格 但是整个也是以日本的铠甲舞 视为原型做出来的 身上的那些装甲效果了 包括两辆车放在皮肩上边 也有那种肩甲的那种感觉 背后的车门板呢 也变成了背后插着那个旗 挺好的 其实有些元素还原的还是挺到位的 看这个意思是车头变成汽车大师 车厢应该是变马甲了 具体是拆分还是一体变形的 目前不得而知 但造型方面来说 我相信已经能吸引不少的人了 更何况后边还有象征性的 这种DLC式的角色 这应该是震荡波吧 独眼的这么一个造型 可以变成一个巨大的剑托 还能变成一把大功 其实这种创意还是挺有想法 我非常期待这套飞天虎的完成效果 最后是原创玩具的环节 大火鸟这边要推出后续 拉斯机设的一些新的产品 而且据说这回将是一个 两两套装的形式发扫 之前的猎狐者据说口碑还不错 据说比狭子鸟也好了 不止一个档次 这回两两的推出 可以解锁更多的玩法 天刚玩具的后续 剑船变形机甲 这个其实和之前我们看到 一玩天开的那种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让我感觉这种就更有点像 变金刚电影四五后续的一些风格 整体人形包裹下来 身上竟然能做出圆润过渡的效果 在平板这个船型身上的一些装甲的面 我觉得应该也是利用了很多里外的翻转 所以我觉得这款变形 到时候应该会很有趣吧 那人形方面呢 其实还有一些环太平洋的元素在里边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风格还是挺混搭的 说的不好听一点 其实就是一个缝合 但是这款的变形设计 我感觉到应该会相当有趣啊 到时候期待一下吧 看看这款做出来一个 实物素质究竟怎么样吧 反正目前现在国模原创的这些设计师啊 在变形结构这块的脑洞 是完全可以信得过的 一玩天开后续的主体成员 现在也是预告着即将装箱开始发货了 最后藏丸阁的可动人偶 小青龙龙击的一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电脑建模的上色图啊 但整体的完成效果也能看个一二了 我还说藏丸阁 咋突然想着做这种可动人偶呢 这突然之间转型了 是这意思吗 但回头想一想 这玩意难道是应龙未合体的那套娘化效果 这也说不好啊 倒是前一款的那个狮子娘 那金狮子娘 那肯定就是赤油的娘化效果啊 所以这小姑娘坐在大合体上面 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搭配形式啊 配件方面还是挺良心的 那么得嘞 本周的摩文每周看新闻资讯部分 大概就到这里了 以上的素材全部来源于网络和微博 真子实负责个人收集整理 顺带吐槽一下 你看我今天早早做出来了 谁还敢说周一看 那么得嘞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一起锁定频道 一起来聊新闻 我是真造 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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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